谢谢大家一路上风风雨雨对五月天不离不弃。 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巡演目前已进行了88场,昨晚主唱阿信又让粉丝感动不已,除了说要把歌迷的心打开,又说不会让大家孤单,五月天要一直陪伴大家。 但在台上尖聊时,阿信竟问其他团员,你们不会把我换掉吧? 昨晚演唱会上,五月天现唱《倔强》时,阿信唐道,如果可以,我想把全世界的灯都关掉,如果可以的话,我想把你们每个人的心都打开。 阿信又说,要来这体育场前,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,笑着期待着,我在路上看到的人们,现在可能坐在某个位置上, 有些男生牵住他的女友,有些女生拉住他的男友,我也看到有些人好像是单身狗,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走住,但我希望此刻你们不是孤独的,都能够有五月天的陪伴,如果可以,请让五月天一直陪住你。 而在台上尖聊时,阿信提到,这些年变化说大也蛮大的,因为团里有四个人孤了。 但阿信也说,若要说变化小也蛮小的,因为团员都没有异动,他说,我们五个人没变,这不是好事吗? 团员笑说,变化好小哦。 还说,还说,正在想象,如果有变化会是怎么样,阿信突然惊讶问,不会吧,你们不会把我换掉吧? 团员回他,不会,怎么会,要换也是我们这四个。 阿信还谈道,其实五月天一路走来很多朋友陪我们走到现在,应该这样说,我们要找别人组团,别人也不一定要我们。 阿信又说,一路上很多诱惑。 石头笑说,诱惑都在关右那边吧。 关右则说,诱惑不算什么。 阿信怀着感谢的心对歌迷说,谢谢大家一路上风风雨雨对五月天不离不弃。 阿信每次演唱会上都会说书令粉丝感动的话。 阿信,又二,开玩笑说,担心自己被换掉。 翻射字脸书。